加個三合一的味噌湯 喝起來簡直是舒服 兩個可以 舒服兩個字 舒服 我怎麼一直講錯啦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林食堂 我是小林師傅 今天呢 小林要教大家做什麼呢 就在以前 小林在台北信義區上班的時候 往往會跟同事一起去吃宵夜 這宵夜就是 台式涼麵以及三合一味噌湯喔 吃著吃著小林都覺得 台北的涼麵都不怎麼樣 所以呢 小林要在這邊 分享我的獨門配方喔 那我們的以上食材有 首先呢 我們第一步我們來燙油麵 如果不喜歡油麵的呢 你可以選用白麵 那我們今天的油麵啊 就在那邊燙個15秒左右就可以囉 將它撈起 這時候要冰鎮囉 冰鎮過的油麵啊 吃起來會比較Q彈喔 冰鎮個1分鐘左右就可以撈起囉 多餘的水分瀝乾完之後 就放在盤子上面 這時候加一點植物油 防止沾黏 均勻的給它拌一下 接下來呢 小林就要來製作 獨門醬料的部分了 首先呢 來 花生醬丟進來 然後市面買的芝麻醬也丟進來 這時候呢 我們有個小撇步 就是要準備一個溫開水 因為我們的花生醬跟芝麻醬都比較的濃稠 所以我們要用溫開水將它先化開 花生醬跟芝麻醬均勻的化開之後呢 接著就加入麻油 醬油 蠔油 白醋 少許的糖 蒜泥 如果喜歡蒜泥重一點的呢 你可以自己再多加一點 均勻的攪拌在一起 獨門醬汁就這樣完成囉 好的 接下來小林要教大家煮三合一味噌湯 往往很多人不知道三合一有哪三合一喔 首先呢 有味噌 貢丸 以及雞蛋 這稱為我們的三合一味噌湯喔 今天小林煮的三合一味噌湯 保證比台北某媽媽涼麵的還要好呢 首先呢 我們先加入柴魚來控高湯 然後這時候我們的味噌呢 也跟著下去 煮十分鐘 讓他的高湯的味道出來 控高湯的過程中 我們來調一下味噌喔 今天小林選用的是兩種味噌 有白味噌以及紅味噌 為什麼要用這兩種呢 因為如果你只是單純用一種味噌的話 他的味道層次無法呈現出來喔 所以小林就用了這兩種味噌 來煮味噌湯喔 味噌倒入碗中 加點熱水之後呢 我們將味噌均勻的混合在一起 味噌均勻混合在一起之後呢 我們就先放置一邊 過了十分鐘了 把柴魚片給撈起來 沒有話喝起來的口感會不怎麼舒服 這時候倒入一點海帶芽 還有最好吃的貢丸 好 湯已經滾了 接下來我們將雞蛋打入 用湯匙呢讓它呈現蛋花狀喔 最後呢我們就倒入味噌的部分啦 為什麼小林要最後才倒入味噌呢 因為到最後倒入味噌啊 可以保留它的味噌的香味 以及它的營養喔 好 好吃涼麵跟好喝的味噌湯就這樣完成囉 濃郁的芝麻香搭配Q彈的涼麵 大口吃下簡直是滿足啊 搭配三合一味噌湯 只能用舒服兩個字來形容喔 簡單的做法 不簡單的美味 讓大家來這邊試試看喔 來 喜歡我的人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小林師傅 我們下次見 掰掰